第20章 第三弟子 名单上的九个人都是那种做梦都想复仇 都想吃仇人的肉和仇人的血的 嗯? 腾青山看着第八章纸上 怀疑和我归原宗有关系 第八章纸上描述的人名叫薛兴 乃是扬州武安郡人士 薛家在武安郡也是一个古老大家族 有着两三百年的历史 不过到了薛兴的父亲薛成道这一代后 薛家南丁上下一共才三个 分别是薛兴以及薛兴的爹和二叔 薛兴是薛家单传 薛兴童年少年阶段过得非常悠闲 受父亲影响 薛兴年幼就喜欢读书 在武安郡城 薛兴都是有名的才子 不过16岁的那年 薛兴的父亲薛成道得到一件宝贝 据说是诗剑仙李太白的诗帖刘云铁 李太白那可是志强者 同样在诗歌文坛中 李太白地位更是至高无上 他的一副诗帖绝对价值万金 对喜好诗词的人而言 这一副刘云铁可以说是命根子 这个薛成道竟然得到诗剑仙李太白前辈的诗帖 滕青山暗赞不已 不过可惜也因为他遭了难 薛成道得到这刘云铁后小心珍藏 奈何他弟弟薛成前在一次酒后的时候 无意中吐露出刘云铁的消息 得意洋洋的向有人们炫耀 就因为这一次酒后的泄露 令当时的武安俊首的侄子 同样喜好诗词的赵府动了心 当天便去薛家 提出以重金购买下刘云铁 可惜 如果薛家卖掉刘云铁 也就罢了 可薛成道将刘云铁 当成命根子 怎肯卖 当时便婉言拒绝了赵府 并说自己并没有刘云铁 纯属是他兄弟酒后炫耀说大话 这个叫赵府的 真够狠 滕青山看着纸张上那简单几句 不由心寒 三日后 武安俊兵卫们 捉拿了薛成道 薛成前兄弟二人入了牢狱 一日便诬陷薛家 乃是铁一门余孽 将薛家满门包括女眷等 共计十八人 全部抄斩 为逃了薛星一人 看着这几行字 滕青山暗自叹息 在青湖岛的霸权面前 一个富豪家族 又算什么 冠以铁一门余孽 就可以全部杀光 在薛家满门抄掌后三个月 一场惊动整个武安郡的大事发生了 武安郡郡首府 发生下毒大案 整个郡首府 死了八十七人 却未曾毒死赵府 死了这么多人 这领武安郡城郡守大怒 立即查探 最终查探出来 这次下毒 竟然就是那个只懂得诗词的 柔弱少年薛星座的 当即 整个扬州境内 开始通缉这个 叫薛星的少年 薛星却隐姓埋名 隐藏了起来 消失了整整三年 这三年 据我交探查 怀疑与归原宗有关 在今年八月份 薛星 被一标局邀请为标师 又回到了武安郡城 现如今 正是武安郡城长盛标局的一标师 假名为武艺 仔细看了便这人的消息 这个薛星 在家破人王前 竟然只是一个书生 滕青山有些惊叹 先是用毒药报仇 三年后 更成了一个标师 同时 滕青山也惊叹 雪莲礁的情报网实在厉害 竟然查出这个薛星如今身份 消失三年 怀疑这三年 和我归原宗有关 滕青山思寸着 嗯 看看这小子 到底怎么样吧 其实九个人 滕青山都可以选 不过就因为怀疑 与归原宗有关这几个字 令滕青山 倾向于这个薛星 好 六足刀驰那巨大的身体 正在漆黑一片的夜空中飞行着 滕青山 就这么直接站在六足刀驰背上 迎风而立 狂风鹰也偷懒 站在六足刀驰背上 武安郡 当年 我就是将小郡安置在武安郡的 没想到 又要来武安郡了 滕青山露出一丝笑容 这个叫薛星的小子 如果真是可造之才 我就收他为弟子 可以为他出头 为他报仇 滕青山的目的是 和青虎岛对上 为徒弟出头 这是一个很理直气壮的理由 恐怕谁也想不到 会有人故意去招惹青虎岛 呼呼 六足刀驰破风而去 从南兴郡到武安郡 耗费了不足半个时辰 武安郡城 长盛镖局对面的一家酒楼中 五一老弟 这次走标 可真是亏了老弟你啊 要不然 且不说这条命能不能保住 至少 我这一条腿 肯定要废掉 感激的话不多说了 老哥敬你一杯 酒楼二楼 三名舞者正一道喝着酒 咱们走标 本就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这次我帮你 下次你帮我 这些都是理所应当 哪里要说什么谢不谢的 一名脸上有着一道刀疤的青年 也举着酒杯说道 三名舞者 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显然都是走标归来 都开心得很 在酒楼的角落 有一名白袍背负常见男子 正悠闲喝着酒 这个薛心 滕青山贴了一眼那个叫武艺的标师 难怪 武安俊俊手的人 没认出薛心来 这哪里是那个柔弱的 只懂得读书的少年 如果不是情报上写 我都不敢相信 三年前 他仅仅是柔弱少年 名叫武艺的标师 也就是薛心 此时的他 身高有七尺三寸 臂膀粗壮 虎背熊腰 脸上还有着一道划过鼻子 布满半个脸的猙獰刀疤 双眸开合间 都有如刀子似的 三年 仅仅三年 从一个柔弱书生 变成舞者高手 滕青山注意着薛心的谈吐 眼神 暗暗点头 滕青山悄然观察了这薛心三天 这三天当中 最让滕青山决定 收薛心 为弟子的一件事就是 这薛心竟然在一天夜里 去了一个破落乞丐窝 给了在寒冬中 瑟瑟发抖的乞丐孩子们 一些碎银子 这薛心 十六岁的时候 被青虎岛通缉 满天下逃 估计 他也当过乞丐 估计是这个原因 才让他对这些乞丐 有怜悯之心吧 站在黑暗角落 摇看薛心这么做的滕青山 因为这一幕 终于决定收薛心为弟子 而后 滕青山花费了一天的时间 在武安郡城内 耗费了十余万两银子 购买了一座豪奢府邸 六足刀池和狂风鹰 也在夜间 以闪电般速度 降临这豪奢府邸内 这府邸被滕青山 命名为金府 行一拳 行一行一 我跟青虎岛斗起来 就以金义的假名吧 滕青山买下府邸 安置好六足刀池 狂风鹰后 当天夜里 便悄然来到了长盛标局 长盛标局 凭借虚敬强者领域内的感应 滕青山轻易找到了薛心 嗯 难怪短短三年 就能成为一个 有点身份的标师 滕青山站在一栋楼阁的屋顶 全身宛如隐身在黑暗当中 正俯视着下方院落中 那个正在练刀的青年 薛心 扑 扑 扑 薛心赤裸着上半身 手中握着一柄斩马刀 正闪电般行走在院落当中 手中的斩马刀 时而挥劈 时而斜拉 时而格挡 每一刀都仿佛前方有敌人似的 甚至于每一刀劈出 都能听到气爆声 薛心双眸锐利如刀 不断地练着 嗯 这小子没使用内镜 滕青山有些惊讶 以滕青山对天地之力的感应 清晰能判断 这令滕青山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来 这个小家伙 用的竟然是身体力量 薛心的刀 非常的快 非常的狠 也对 他在三年前 根本就不懂武功 当时他已经十六岁 十六岁都未修炼过内镜 即使有内镜秘籍让他练 恐怕 都不会有什么成绩 滕青山很清楚 修炼内镜最好从小修炼 而且 他当时逃亡没人叫 只能靠身体力量挥刀 可现在感觉 以他一刀威力 他最起码有几千斤力气 滕青山暗刀 可为什么 情报上写 或许 或许与龟原宗有关 虽然疑惑 可滕青山没多想 静静等着薛心练刀完毕 呼 薛心收起斩马刀 上半身上 进阶都是汗珠 他低声不断喘息着 双眸隐隐有着寒忙 爷爷 爹 娘 二叔 还有大姐二姐 我一定会杀了 照抚他们三个混蛋 为你们报仇 一定会 仇恨 每天都令薛心 不敢有丝毫放松 奈何 他和敌人差距太大了 漆黑的夜 薛心收起斩马刀后 准备回屋 就在这时候 嗖 一道人影宛如瞬移 突兀地出现在薛心前方 身影诡异地凝实 正是一身白袍的 背负利剑的腾青山 薛心大吃一惊 连后退一步 你 你是谁 薛心冷静了下来 小家伙 腾青山微笑看着薛心 昨夜 你送了些碎银子 给那些乞丐 薛心心中更是震惊 你用你的刀 攻击我 腾青山笑看着他 记住 用你最厉害的刀法 说不定 我会收你为徒 你要看我刀法 薛心忍不住一阵惊喜 他虽然不知道 来人到底是谁 可是单单 那突然出现的可怕轻弓 他就从未见过 也从未听说过 如果真的能败对方为师 那报仇恐怕就有望了 放心 我不会拔剑 腾青山笑看着他 不拔剑 我 我如果伤了你 薛心有些担心 腾青山哑然失笑 伤了我 你若能伤我一丝 我就让你一年之内 达到先天之境 第21章 坦诚 让我一年之内 达到先天境界 薛心看着眼前神秘的白袍人 心中大震 先天强者非常洗手 就算如今扬州第二宗派归原宗 据传先天强者也才三四个 五者中达到先天的 万中无一 这人说 能一年内 让我达到先天 薛心咽了烟喉咙 盯着眼前人 在他看来 眼前白袍人 实力很可怕 先别做梦 想走捷径 让我帮你达到先天 前提是 你能伤我 腾青山淡然一笑 我就站在周围三尺之内 说着 腾青山右脚脚尖冒出惊艳 腾青山脚尖在周围 划出了一个圈子 先天真圆 薛心心脏扑通扑通直跳 你尽管出手 如果逼我出了这个圈子 就算我输 腾青山笑看着薛心 前辈乃是先天强者 先天真圆护体 我不可能伤得了前辈的 薛心说道 我不用先天真圆护体 腾青山平静下来 出手吧 薛心听了 不由有些暗暗不愤 就这么点小圈子 不用真圆护体 还不走出圈子 在圈子内 根本没办法闪躲 如果这样 我的刀都伤不了他 我这三年刀法 练到狗身上去了 薛心当即恭敬一声道 前辈小心了 说完 手持着斩马刀 冷静盯着腾青山 一时间天地间 仿佛只有他和对手腾青山 有点意思 腾青山仔细观察着这薛心 咻 斩马刀瞬间化为一道冷光 仿佛泼出的水波 急到腾青山身上 可诡异地腾青山身影模糊消散 半径三尺的圈子内 一下子出现了模糊的四五道腾青山影子 而后影子凝聚合一 化为腾青山 这 薛心眨了眨眼 眼中满是不幸 用你的绝招 腾青山淡笑道 前辈 这是我自己悟出的狂风刀 薛心深吸一口气 猛的一个前冲 当冲到腾青山前方一丈远的时候 薛心整个人书地化为一道圆弧幻影 整个人都开始旋转起来 同时他腰间的斩马刀也化作弧形亮光 呼 呼 呼 灵力地足足十八刀 环绕着腾青山所在圈子 进行疯狂切割 呼呼薛心站在旁边不远处 不由喘息着 额头都是汗珠 刀法不错 腾青山依旧站在圈子内 不过那白袍依旧干净得很 没一丝伤痕 这 这怎么可能啊 薛心低头看看手中斩马刀 这三年来 靠着这柄斩马刀他多少次逃过劫难 多少次杀死敌人 他最信任的就是他手中这柄斩马刀了 在薛心看来 他这十八刀将腾青山锁在圈子范围重重切割 绝对能伤到对方 可是 他施展刀法时也感觉到 刀刀落空并没砍中尸体 前辈 薛心猛的恭敬拱手 是晚辈太自大 前辈就在这三尺圈内 晚辈竟然都无法击中前辈 刚才晚辈的话 还请前辈见谅 腾青山一笑 一个虚敬强者 考验一个后天舞者 如果这一幕被其他虚敬强者 比如被剑宗宗主 黑袍白眉男子 看到 恐怕也会笑腾青山太欺负人 后天舞者的刀法 在虚敬强者眼里太慢了 后天舞者一刀劈过来 虚敬强者完全可以先跑到树杖外 先杀一人 再返回原处 挡住这一刀 由此就可以知道 后天舞者和虚敬强者速度相差多少 没法子 虚敬强者一个晃身 就是一两里路 你的刀法还可以 腾青山淡笑道 薛心心中一颤 这个神秘强者 会收他为弟子吗 这三年 他吃了太多苦 真的很想有一个厉害的师父教导 说说 你的力量怎么练出来的 腾青山饶有兴趣道 据我观察 你并无内境 用的是身体力量 作为那家权一脉最巅峰的强者 腾青山对于使用力量的舞者 那是非常喜欢的 前辈 薛无苦笑道 晚辈并无师父 当年在外流浪的时候 是自己苦练力量 怎么练的 腾青山好奇问道 数千斤力气 可不是那么好练的 如腾家装那么多好汉 单靠自己苦练 苦练到数千斤力气 几乎不可能 晚辈一开始是乱练 不过用处不大 身体还练伤了 薛青摇头无奈道 后来 晚辈开始动脑子 我在想 我用兵器 手臂力量要大 手臂力量 怎么才能大呢 我看过马匹 野狼等野兽 我发现 这些野兽四条腿的前腿 甚至于更强 腾青山眼眸中 露出一丝喜色 我在想 如果人也一样 双手双脚 在地上爬着走 会不会增强手臂力气 薛青惊喜道 没想到效果真的很好 每天我最起码 七八个时辰时间 在地上爬着走 我的双臂力量 再不断增加 我在一座山脉里 吃着野果野物 每天爬 有一天 我吃了一颗青果子 肚子疼得很 可疼了过后 我就发现 我力量俱增 薛青看着腾青山 腾青山听得 露出一丝笑容 在地上爬 的确是很简单 且有效的方法 如果人类从出生开始 就和动物一样 在地上爬 那么 十年二十年后 双臂力量和双腿比 也相差不大 不过这种训练方法 也不可能夸张 增加数千斤力气 这个薛青 的确有点奇遇 我练一套拳法 你认真看 腾青山正中道 是 薛青立即瞪大眼睛 唯恐错过腾青山 一朝一世 腾青山双手 陡然成虎找逝 双目一瞪 顿时宛如老虎瞪目 只见行一十二行中的 虎形拳 在腾青山手中 完全是展开 到了腾青山 如些境界 每一拳都宛如 真正有一头老虎 在其中 甚至于腾青山的 一个眼神 都让人惊恐 腾 腾青山双手双脚一撑 就是石鱼丈远 迅猛如雷 猛虎下山 吃 力找撕裂空气的气静 都让周围空气激荡 吼 隐隐都听到一声 老虎低吼 一个老虎白尾 更是令空气 仿佛豆腐一样 被切成两半 旁边薛青看得 丝毫不敢眨眼 看清楚了吗 腾青山收拾停下 嗯嗯 薛青连点头 将你看到的掩饰 给我看看 腾青山平静看着 薛青从小好诗词之类 脑子非常好 虎心拳本来就不复杂 薛青轻易地记住 不过单单记住没用 这那家拳 并非这薛青想象的 那么简单 薛青在空地上 也是一招一拾 演练骑虎行拳 练到中途 薛青停下私存着 然后又再度练 不断修正自己的招式 随着一次次修正 薛青的虎行拳 竟然也渐渐有了点味道 仅仅小半个时辰 薛青竟然 仅仅凭借一次的观看 就将虎行拳 打出了一定的味道 嗯 腾青山眼睛一亮 没想到我运气这般好 哈 意外之喜 意外之喜啊 本来是为了 去对付青虎岛 随便选的一个人 没想到 竟然找到一个 那家全天才 其实不奇怪 薛青曾经在大山里爬 学野兽动物飞扑等 他对行医的意 已经有了些领悟 自然 在学虎行拳事半功倍 前辈 薛青惭愧拱手道 晚辈只能将这拳法 练到如此程度了 和前辈刚才施展的比 晚辈就差了太远太远了 腾青山哈哈一笑 差太远 自己乃是虚敬强者 入道的存在 比那家拳宗师 都要强得多 薛青的拳法 若能赶上 腾青山十分之一 那就足以和先天的腾寿 一比了 你很不错 腾青山笑看着薛青 武艺 从今天起 你就为我的第三弟子 如何 薛青大喜 彭的一声就跪下 刚要磕头 忽然他一震 薛青表情复杂 在九州大地上 师父的地位 可以说等同于父亲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这绝非虚言 毕竟 在天下间闯荡 靠的就是实力 而师父 就是传授你本领的人 前辈 薛青心中挣扎许久 盯着腾青山 一咬牙说道 晚辈本名并非武艺 而是薛青 薛青 腾青山故作惊讶 吃惊到 青湖岛通缉的薛青 薛青被整个青湖岛通缉 是提前离开九州后 发生的一件大事 凡是消息灵通的人都知道 是 薛青低头 暗叹 或许 一次拜师机会就此错过 不过他不后悔 毕竟 如果将来因为自己 祸害了师父 他才会一辈子内疚 他的亲人都死了 他不想 再一个对他好的人再死 哈哈 腾青山笑着看着薛青 心中完全接受了这薛青 如果说一开始 心里还存在有利用成分 现在 是真正将其荡城和腾寿 阳东一般地位的弟子 薛青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弟子 腾青山淡笑道 薛青瞪大眼睛 有些不敢相信 这 前辈 我得罪的可是青湖岛 薛青连道 青湖岛乃是天下八大宗派之一 在薛青看来 就是厉害的先天强者 也不敢得罪庞然大物般的青湖岛 青湖岛 腾青山眼眸中掠过一丝冷光 就算是青湖岛岛主亲来 我也一剑将其杀了 薛青一震 随即身体隐隐发颤 他知道 他碰到了不起的师父了 还不拜师 腾青山笑看着弟子 跪在地上的薛青惊醒 露出喜色 连磕头 砰 砰 砰 连续三声重重磕头声 薛青抬头双眸中 有着压抑不住的兴奋 徒儿薛青 拜见师父 第二十二章 血见青楼 薛青拜得腾青山为师 当然不需要再当镖师 悄悄地留下一封信 薛青就和腾青山 悄然离开了长盛镖局 金府 腾青山在武安郡城刚刚置办的 一座豪舍府邸 内院书房中 从今天起 你就住在我这 腾青山点起一根蜡烛 便转身坐下 笑看着眼前背着包裹的薛青 薛青 先坐下 将你和青湖岛的仇怨 给我一一说来 是 师父 薛青在一旁坐下后 想开始了仔细地叙说 叙说了他和父母 和姐姐等人的浓厚亲情 也讲述了那一场灾难的过程 甚至于 连下毒要杀死仇人的过程 不全部说出来 百无一用是读书人 薛青摇头哈哈大笑 眼中却是有着泪花 读书有个屁用 如果我从小就学武 就算比不上归原宗那位十七岁 就达到先天实担境界的天才腾青山 也不至于 连那三个混蛋 一个都没杀死 人生那最大的一场打击 令薛青认为 读书无用 自此 他才全身心去学武 薛青 你跟归原宗有些瓜葛 腾青山问道 薛青惊讶看着腾青山 点头道 师父 你怎么知道的 这话令腾青山不由吃惊 薛青继续道 当初我在山里一个人苦练 吃的那清果子有所成后 就开始在外面闯荡 机缘巧合下 和归原宗黑甲军的一些人 有些交情 腾青山点点头 这个薛青 一直想报仇 可就是没报仇能力 腾青山暗自叹息 薛青 你可想报仇 腾青山开口道 当然想 薛青眼睛放光 随即摇头 可我实力太差 别说去对付武安俊成 俊首赵光佐 就算对付那个赵喜 我都没一点办法 薛青一共有三大仇人 分别是当初强行索要 刘云铁的赵府 诬陷并且斩杀了 薛家一家的俊首赵光佐 以及这过程中 一直充当狗头军师角色的赵喜 你没那本领 我就给你报仇的本领 腾青山起身 你先在这待一会儿 是 师父 薛青有些忐忑 看着腾青山离开 空荡荡的书房内 仅仅只剩下薛青一人 薛青看着火焰摇曳的蜡烛 目光灼灼 牙根紧咬 我薛府总算能够败得名师 老天也待我不薄 我一定要认真苦修 十倍百倍的努力 爹 娘 奶奶 二叔 姐姐 我一定会将那三个砸碎千刀万剐 给你们报仇 片刻后 大 大 他 腾青山脚步声传来 薛青立即平静心情 转头看去 只见腾青山拿着一玉盒走了进来 薛青 腾青山打开玉盒 薛青立即仔细观看 玉盒内摆放着只有两片叶子的小草 小草虽然早被摘下 可依旧让人感觉到那勃勃生机 甚至于小草叶子上恍惚有着露珠似的 腾青山淡笑着道 这灵草 名为沉露草 拥有非常神奇的效果 一旦服用 即可打通全身所有经脉 你先服下 腾青山说道 打通全身所有经脉 薛青 乌帝就站了起来 咽了咽喉咙 有些忐忑地看向腾青山 师父 这太珍贵了 我 别婆婆妈妈的 吃下去 腾青山冷声喝道 打通全身所有经脉的灵药 在九州大地上就有 在灵草灵果当中 也算是上品了 不过腾青山这沉露草 是当初在端木大陆 搜寻云梦白果的时候 偶然得知 其实腾青山有不少灵果灵草 一来 他自己搜寻一些 二来 也是最多的 当初腾青山将端木大陆 第一家族天风家族宝藏洗劫的时候 就是将各种灵草 灵果 以及各种秘籍等带走 天风家族千年的灵宝有多少 所以 这沉露草 还真的不算什么 鼓鼓 薛青心中感激师父 同时也吞下沉露草 怪异的是 沉露草到了薛青嘴里 直接化为汁水 仿佛喝水一样 鼓鼓地喝进肚子里 全身麻麻的 薛青表情奇怪 情不自禁 身体扭动 好热 只见薛青的皮肤毛孔 不断地渗透出灰色 黑色杂质 薛青沉浸在沉露草 对他的身体改造当中 丝毫不觉时间流逝 紧紧斩茶功夫 薛青就长呼一口气 脏兮兮的脸上 也露出一丝喜色 谢师父 薛青啪的一声跪下 张嘴 滕青山吩咐道 薛青一震 张开嘴巴 只见滕青山手中的玉瓶中 一滴水滴飞出 竟然直接飘进了薛青的嘴巴里 薛青惊讶地瞪大眼睛 可是片刻 他脸上就露出喜色 这滴水滴 乃是珍贵的北海之灵 仅仅一滴 就可以造就出后天巅峰高手 且能改造经脉 经脉完全通畅 对薛青炼内加全 只有好处并无坏处 滕青山满一点头 体内充满内静 也可以令他在修炼过程中 有充足能量消耗 以强大身体 片刻后 师父 薛青完全感到自身惊人的变化 心中不由对滕青山充满感激 自从家破人亡后 滕青山可以说是 对他最好的人了 虽然他也结交过其他朋友 可是很显然 眼前的师父 才是对他最好的 备受过人情冷暖 别人对他有恩 他就越加积在心里 别傻站在这了 滕青山吩咐一声 刚才我来的时候 已经命下人们烧热水了 赶快去洗澡 记住 内院 是禁止下人进来的 这热水 要你自己抬进屋 嗯 薛青看着自己 身上脏兮兮的 不由黑黑一笑 武安俊称 暖风楼是最上等的青楼 在这青楼最普通的花费 都要达到数十两银子 堪比普通乡下人 一年赚的钱 暖风楼三楼 墙壁上悬挂着一些 名人的诗词 画图 而看台下摆了 十余个雕刻精美的桌子 每一台桌子 都摆放着上等的茶水 很显然 这里生意很好 看台下坐满了人 大家小声谈话 聆听着传来的情消声 如今虽是寒冬 可是这三楼内 却是阵阵热气弥漫 一点不冷 好似暖春 看台上 两名身材妖娆 容貌较好的少女 紧紧穿着一层薄纱 隐隐能看到 里面裸露的身体 一个吹枭 一个弹琴 情消合奏 声音在三楼内回荡着 而在看台下 左侧角落上 正坐着滕青山 和薛心这一对师徒 师父 那边坐着的 就是赵喜 薛心眼神 示意了一下方向 就最前面 那个精瘦青年 哦 滕青山瞥了一眼 坐在最前面一桌的 属于整个三楼 最好桌子旁的有三人 一个看似俊秀的青年 以及一对貌美的 双胞胎少女 这双胞胎少女 正包着葡萄 送进这俊秀青年嘴里 俊秀青年 显得很悠闲自在 这俊秀青年身后 还站着两名彪悍护卫 这赵喜 年幼被赵家买下 本是赵家家仆 陪赵家嫡系子弟 赵福练武读书 薛心低声道 不过这个赵喜 很有心计 不但将赵福红得好 而且本身 还有不错的实力 和武安郡城内三教九流 都有些关系 他 和武安郡城的军队首领李将军 还是拜把子兄弟 暗中还做着什么大生意 连赵家家主 都收了赵喜为义子 如今 在武安郡城 这赵喜 可是能和李将军 和郡守把酒言欢的 绝对是了不起的人物 薛心低声道 必须承认 这赵喜 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 在我看来 比赵家公子赵福还要厉害 滕青山微微点头 一个家仆 能发展到这一步 此人心计可以想象 这赵喜跟着赵福的时候 只要赵福想的 赵喜都能为他得到 事情都能解决得圆圆满满 当初 刘云帖的消息 就是赵喜告诉赵福的 而且 诬陷 抄家的事 也是他安排的 薛心目光发函 这赵喜 我必要杀之而后快 薛心的谈话 虽然被滕青山阻碍 外界听不到 可是 远处被一对双胞胎姐妹 服侍着的赵喜 似乎察觉到了薛心 充满杀意的眼神 却陡然转头 看了薛心一眼 薛心却瞬间恢复平常 阿宝 赵喜陡然站起 眼神示意了一下身边两美女 喜哥 这对姐妹疑惑站起 我们走 赵喜却是拉着其中一个女子的手 另一只手则放在腰间 当即带着两美女 两护卫 朝外走去 赵大公子 青楼的老宝 一名看起来三十岁左右的美妇人 笑着迎过来 这么早就走了 嗯 今天还有事 赵喜笑着塞了一张银票 在老宝怀里 顺手在其胸口摸了一把 可就在这时 赵喜面色微变 因为 滕青山和薛欣二人 也朝楼梯口处走来 嗯 赵喜不动声色地微退一步 退到老宝 护卫等人之后 咚 咚 咚 薛欣已经走到护卫旁 眼看着擦肩而过 要朝楼梯处走去 赵喜 薛欣陡然转头 盯着赵喜 哦 你是 赵喜笑着看着薛欣 同时搂着一名美女 微微挡在身前 恕我记性不好 不知道兄弟你是 是取你命的人 薛欣一声立合 咻 一道匹炼般的刀光亮起 顿时旁边的护卫 美女 还有跟在老宝身后的青楼女子们 立即凄力叫起来 枪 刀光斩断赵喜怀中美女的臂膀 而后一声金属撞击声 鲜血渐开 赵喜竟然撞在旁边的墙壁上 轰隆一声 墙壁上撞出个大窟窿 整个身体直接朝外跃出 哄 仿佛下山猛虎 双目泛红的薛欣 直接通过窟窿 手持低血的斩马刀 一跃而下 第23章 大乱子 这逃跑的赵喜和追杀的薛欣 一前一后都从三层楼高处跃到下面的街道上 街道上人来人往 熙熙攘攘 砰 赵喜在地上打了个滚 站起来 拔腿就跑 别想跑 薛欣脚下内惊迸发 呼的就窜了出去 杀人了 杀人了 宽敞的街道上有一些行人 不由高声喊起来 顿时不少行人连朝街道两旁避让 而在远处的行人们 则是迅速朝着靠拢 街道两旁的青楼 店铺 酒楼等的客人们 也是一个个朝下观望 看 那不是赵大公子吗 竟然有人敢追杀赵大公子 议论声不断 可没人插手来救赵喜 你是谁 竟然敢来杀我 赵喜狼狈的逃窜 同时怒吼道 哼 薛欣冷哼一声 你这杂碎 早就该死了 嘴上说着 薛欣手中斩马刀 则是接连不断地披向赵喜 不过这赵喜在小范围闪躲能力上 的确是厉害 竟然令实力大增后的薛欣一时间 无法击杀他 大人 那两个护卫 也要冲出救赵喜 可是身体一颤 就软倒在地上 腾青山淡笑着瞥了一眼 手中垫着两块碎石子 那两个废物 赵喜眼角于光 撇到他顾寝的两大高手 竟然倒地不起 不由焦急 追杀我的 不单单眼前一人 还有第二个人 我必须速战速决才能逃命 对于应付眼前的薛欣 赵喜显然有十足把握 他就是担心 暗中那个解决了两大护卫的神秘高手 不吃 赵喜竟然左手一把抓住斩马刀 斩马刀蕴含的可怕冲击力 令赵喜身体一震 不由连退两步 嗯 手套 薛欣也发现 赵喜手中半透明的手套 这赵喜目光一寒 手持兵器的右手 竟然微微高举 袖口对着薛欣 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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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间数十枚细小毒针同时 从赵喜袖中喷出 这毒针好似袖花针 加上速度快 距离近 薛欣根本 没法躲避 不由吓得眼睛瞪得滚圆 不 他不甘心思 他还有大仇没有抱 袖 一道幻影 滕青山出现在了薛欣身侧 同时挥了一下右臂 数十枚毒针 几乎同时被滕青山右臂上袖子给卷去 这 看到滕青山突然出现且轻易截住他的暗器 赵喜心中一凉 他完全确定是先天高手 而且应该是先天实丹乃至先天精丹 完了 完蛋了 从一个仆人一步步爬上来 赵喜的眼力 心计 那是极高的 我就要死了吗 不 赵喜一瞬间宛若疯狂 连盯着滕青山 淒厉喊道 不 你们不能杀我 滕青山却懒得看一眼赵喜 而是瞥了一眼自己的徒弟薛欣 薛欣额头有着冷汗 刚才他生死边缘走一圈 的确吓怕了 师父 薛欣有些惭愧 好了 先杀了他 滕青山吩咐道 薛欣转头看向赵喜 赵喜面色惨白 壮弱疯狂 此刻的赵喜 明知神秘高手滕青山在场 他没机会逃跑 你们不能杀我 赵喜从怀中取出一块身青色令牌 急声道 我是青湖岛在武安郡的外门直视 这里又是大庭广众之下 你们若是杀我 赵喜没多说 他相信眼前两个高手会明白的 只是 滕青山笑了笑 更好 更好 赵喜一愣 扑哧 刀光亮起 不 一声凄厉响彻天地的声音 从赵喜口中响起 一颗头颅抛飞起来 甚至于在头飞起来的瞬间 这赵喜口中还在嘶喊着 七艳的鲜血 仿佛水一样 从赵喜的断井处喷发而出 街道周围 不少围观妇人们 发出惊呼声 终于杀死一个 薛心盯着那跌落在地面上的那颗人头 心中跌宕起伏 我们走 滕青山开口道 薛心惊醒过来 是 师父 当即滕青山 薛心二人 迅疾地进入人群 消失不见 而街道上 还有着大量的人们围在这 盯着那句 尸身议论纷纷 这武安俊成的 风云人物 在武安俊成 堪称 只手遮天的赵喜 就这么被当街斩杀了 仅仅片刻 足有数百人的一群人 正疯狂赶过来 冲在最前面的 则是一名貌美妇人 这妇人脸色发白 头发都凌乱得很 让开 让开 大量呼喝声响起 街道周围 不少围观星人 连逼让开 这数百号人 则是迅速地 将发生追杀的地方 给重重包围住 貌美妇人 看着那尸体 脸色顿时煞白 不由凄力叫了一声 阿喜 跪下 颤抖着手 抱住了那头颅 是谁 是谁杀死阿喜的 是谁 貌美妇人仰头嘶喊 壮弱疯狂 夫人 夫人 两名侍女 见他们夫人这么疯狂 也有些惶恐 给我查 快给我查 查出来 到底谁杀死阿喜的 夫人怒视周围 不管是谁 我要把她千刀万剐 周围数百号人 根本不敢多废话 立即一个个冲进人群 开始抓住行人们就询问 武安俊成 将军府 穿着球衣 窃义躺在椅子上 手中拨弄着铁球的 大胡子汉子 正眯着眼哼着小曲 时而调戏旁边的侍女 将军 将军 外面传来急切声音 闹腾什么 这将军不满地睁开眼 外面冲进来一名中年军官 这军官急切道 将军 出大事了 那赵喜在暖风楼下街道上 被人当街杀了 什么 将军一咕噜爬了起来 赵老弟死了 将军不敢相信 这 这怎么可能 这赵老弟本身实力就不错 是一流五者 就不提他的护卫 赵老弟那也是小心谨慎之人 怎么被人当街杀了 如果被毒死也就罢了 当街被杀 太诡异了 他死了 那生意 将军皱眉 赵喜负责的生意 可有他的一份 赵喜一死 麻烦就大了 将军 现在赵喜那婆娘 正在暖风楼下街上哭着呢 中年军官急切道 赵喜喜负 那位青湖岛大小间 将军一惊 联合道 走 我们快赶过去 老四 将军猛地一声大喊 将军 远处传来喊声 义营二营兄弟 都集合 出发 将军嘶喊道 这城卫军的义营编制 比龟原宗黑甲军 义营人数要多得多 义营人马 可是足足有两千号人 两营 那可就是四千号人 赵喜的府邸中 此刻成卫军李将军本人 正带着一群亲卫赶到了这 只见整个府邸 已经处处搞肃 哭泣声老远就听到了 李将军 那位年轻妇人 一身白色丧服 走出大厅 弟妹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将军急切道 怎么回事 这年轻妇人眼眸泛红 咬牙盯着李将军 我怎么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家阿喜 还不是跟着你们一起做事的 现在阿喜死了 你们还不知道 到底是谁干的 其他我不管 那凶手 一定要抓住 千刀万剐 李将军面色微微一沉 不过一想到对方身份 便忍了忍 别太难过 弟妹 李将军安慰道 放心 在武安军 还没有我找不到的人 既然敢杀我兄弟 我一定会让他们后悔 来到这世上 李将军恨啊 不单单是为赵喜报仇 更重要的是 赵喜的死 令李将军损失极大 对 让他们后悔 来到这世上 这妇人气急 不得不承认 这李将军和赵喜府邸的人 在这武安军消息的确灵通 短短半个时辰之后 他们就收到消息 那两个凶手 进入了一座府邸 金府中 快 快 穿着铠甲的军队 仿佛黑暗洪水 很快就将金府所在街道 给完全不满 将这金府给我围住 重重围住 李将军怒声喝道 是 将军 铠甲撞击金属声不断 两千名军士 将整个金府包围的 严严实实 水泄不通 还有两千名军士 以及赵家数百号人 正堵在金府府门外 而李将军和赵喜夫人 也是在人群中 怒视着金府府门 关门 赵氏夫人冷笑一声 喝道 给我撞开大门 就在这时 咔 的一声 木栓拉开的声音响起 哐哐哐 两扇大铁门 被缓缓地打开 金府本身的不少护卫们 早就退得老远 不过 一名看似潇洒的白袍附件青年 以及一名脸上有着争鸣刀疤的青年 一前一后走出大门 站在大门口 一片寂静 薛心看着外面密密麻麻 数不尽的黑甲军士 即使在师父身旁 也依旧感到紧张 就是他 是他杀死的赵喜大人 站在赵夫人身侧的一名三角眼男子 怒指薛心 是你 赵夫人一瞪眼 怒视薛心 你敢杀我男人 我要你家满门死绝 旁边的李将军 也是脸色一沉 怒视着薛心 竟然敢当街杀死我青虎岛外门直逝 这是灭族大罪 来人 给我将这金府 所有人都压了 一声令吓 顿时李将军身后 站满整条街道的军士们 立即汹涌的 仿佛海水一样朝金府涌去 金府内的护卫 丫鬟们一个个吓得都哭起来 不少人都高喊 大人啊 和我们无关啊 大人 饶命啊 一片混乱 腾青山目视着朝金府大门冲过来的军士 猛的脸色一沉 怒喝道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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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顿时冲在最前面的军士们 仿佛被无形冲击波撞击一样 一个个都倒地 痛苦地捂住耳朵 足足上百号人倒地 其他上千号人军士 虽然没倒地 可也一个个脸色发白 那赵夫人 也是脸色发白 唯有李将军 显得很正经 你是谁 李将军脸色一沉 怒喝道 胆敢和我青虎倒为敌不成 速速交出人犯 我饶你无罪 如若抵抗 你就是共犯 死罪 即使是先天强者 面对掌控 有近十万大军的一郡将军 也得低头 第24章 故意为之 这李将军周围 可是足足有着数千名亲卫 携着数千军人的气势 这李将军一番呵斥 恐怕就是刚刚踏入先天的高手 也得私存私存 毕竟就算是先天金丹强者 面对数千大军 也得选择退让 共犯 死罪 腾青山露出一丝笑容 仿佛面前数千号人是空气似的 笑看着李将军 这位将军 我也提醒一句 闯入我这金服 也是死罪 李将军一正 只要你的军事 有一个闯入我的府邸 我就取你性命 你信是不信 腾青山微笑着 仿佛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可他的前方 却是手持着兵器的充满煞气的军事 甚至于铠甲 兵器上隐隐都能闻到血腥气 面对大军 谈笑威胁对方将军 这一幕让人想发笑 可是在场没一个人敢笑 腾青山之前一声怒吓 早让不少人心中发颤了 你 李将军脸色难看 暗存道 这个神秘高手 到底是什么人 看他一声怒吓 就有如此威势 应该是一个先天强者 金服金服 这九州大地上 出名的 厉害的先天强者 我也知道 似乎没有性惊的 虽然如此想 可李将军谨慎起见 还是贺道 你是何人 报上名来 我 腾青山看了旁边的徒弟薛心一眼 薛心领会腾青山意思 立即上前一步 红声道 我师父姓金 明义 金义 李将军思存着 这个名字 从未听过 奶冒出来的一个人 不但李将军疑惑 在李将军身旁的那位赵喜夫人 也在思索 须知 他乃是青湖岛核心弟子 介绍天下间先天强者讯息的书籍 他也看过 绝对没有一个叫金义的 估计 这金义是刚刚突破达到先天 金义 李将军略微退后 顿时更多的军事将他保护好 他红声道 你这个徒弟 胆敢当街杀死我青湖岛外门直逝 这是大罪 你作为师父 没有管好弟子 我们青湖岛也可以既往不救 毕竟不听话的弟子 还是有的 你现在 还是将你的弟子交给我们处置 一切好说 否则时间拖久了 在场的人都知道李将军这话的意思 时间一久 青湖岛肯定派先天强者带领一些厉害高手过来 到时就晚了 这位将军 腾青山看着李将军 但笑道 我也懒得和你废话 你还是带着你的人马快点走 至于事后 你是要带更多人马 还是要上炳青湖岛 我也懒得管 至于我这弟子 谁也不能动 说完 腾青山转头就朝府邸内走 同时吩咐道 徒儿 关门 是 师父 在万千军事面前 薛星有些兴奋地大声应道 你 腾青山 这副高高在上 不屑一顾的态度 完全激怒了李将军 旁边那位赵喜夫人 更是大怒 私生怒骂道 金义 我不管你是谁 你的弟子 当皆杀了我男人 杀了青湖岛外门直士 你这个师父还这么嚣张 怎么 以为我青湖岛无人 所有人给我上 抓住这金义弟子 我赏百万两白银 百万两白银 一个大富商 全部家产 估计也就这么多 为等李将军下令 首先赵喜夫人 麾下的数百人 就一个个 丝毫着冲过去 兄弟们 杀呀 不少军士们 也一个个 红眼冲上去了 仙天强者很厉害 怕个鸟 仙天强者再厉害 也就一个人 能同时杀几个人 他们上千号人 一起涌上去 谁如果抓住了 这个金义弟子 那可是百万两白银啊 那可是真正发了 哼 滕青山面色一沉 So 一道模糊幻影 瞬间出现在赵喜夫人身侧 这位赵夫人一正 滕青山 却是直接抓住她的颈部 So 幻影消散 滕青山便抓着赵夫人 出现在了金府大门门槛处 那冲上来的大群人马 距离门槛 还有三四丈距离 由此可以看出 滕青山速度之快 停 停下 赵夫人立即凄力喊起来 冲在最前面的 只属于赵夫人麾下的一群护卫 家仆 一个个愣愣看着 仿佛老鹰抓小鸡似的 被滕青山抓着的赵夫人 这些家仆 护卫后面的众多兵卫们 也是一个个愣住了 刚才悬赏 是赵夫人悬赏的 如果赵夫人死了 就算他们抓住那个精益弟子 又找谁得悬赏呢 住手 李将军也急声喊道 滕青山笑着看着李将军 先让你的人退远点 所有人都退下 都退下 李将军联合道 众多傻愣愣的护卫 兵卫们 只能一个个后退 李将军额头却是渗出了冷汗 赵喜死了 只是一件小事 可是如果赵喜夫人死了 那就麻烦了 赵喜之所以 能令赵家收为义子 能和李将军败霸子 靠的就是这个女人 那可是青湖岛最高层的女人 金益 我看 你还是先放了赵夫人 李将军挤出一丝笑容 赵夫人他是死了男人 所以悲愿之下才这样 你得谅解 他一个女流 敬意你贵为先天强者 就放了他吧 其他事我们好说 滕青山扭头 和旁边的薛星相视一眼 好说 李将军想好说 滕青山都不会好说 如果和你和谈了 我怎么找青湖岛麻烦 滕青山心中暗道 这武安郡的郡守赵光左 按理说也该来了 数千名兵未聚集在这 如此大事 他一个郡守 怎么能当成没看到 之前滕青山和薛星 被人发现进入金府 这纯粹就是滕青山故意的 否则 若是想杀那赵喜 以滕青山手段 暗中杀了 恐怕都无人知道 可是 滕青山的目的 就是招惹青湖岛 好说 滕青山在数千大军面前 冷声呵斥道 我金府 也是那些兵未所能擅闯的 既然是这女人下令 死罪可绕 活罪难逃 说着 滕青山又必略微一用力 那个赵夫人就抛飞了起来 啊 赵夫人在高空中 发出一声痛苦惨叫 捂住腹部 夫人 夫人 不少家仆 护卫们连慌忙接住赵夫人 赵夫人却是捂住腹部 怨恨转头看向滕青山 私生凄厉道 你 你废了我丹田 对一个练武之人 从小就要修炼内境感受气感 而后一步步来 才能拥有深厚内境 内境 可以让人有着强大实力 同时 也能令女人缓慢衰老 一个普通女人 活个六七十岁算不错了 可是一个内境巅峰高手 却能活到一百二三十 甚至于直至一百五十岁这个大线 如果达到先天 容貌更是几乎涌住 一百多岁都能保持突破先天时的容貌 内境没了 女人衰老速度大增 女人最重视容貌 这赵夫人 岂能不恨腾青山 这个女人 肯定也会恨我 在她师父面前搬弄我的是非 李将军愈加恼怒腾青山 惊异 你这是李将军气急 哼 我这金服 岂是你等仨也的地方 腾青山瞥了一眼李将军 相信李将军也知道 我取你性命 如探囊取物般容易 还是乖乖丢滚原点 否则 我不介意 也废掉你的丹田 说完后 腾青山甚至于看都不看李将军一眼 转头朝府邸内走 薛星立即准备关门 徒儿 算了 不用关门 腾青山那平静声音 从府邸内传出 几乎在每一个兵卫耳边响起 我倒是想看看 有谁找死 敢擅闯我金服 李将军气得满脸通红 牙齿惊讶 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府邸内 腾青山悠闲在前院一座亭子中 躺在椅子上 而徒儿薛星 则是站在一旁 脸上泛红 双目光芒直闪 即使兴奋又是忐忑 师父 咱们这样 纯粹是等于给这李将军脸上 狠狠抽一巴掌 再践踏几脚 他们会就这么算了 不算了 才更好 腾青山淡笑 师父 薛星并不知道腾青山计划 心存疑惑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腾青山说道 同时 腾青山通过领域 清晰感应到 又有一批人马 迅速地朝自己釜底赶来 嗯 十有八九 应该是武安俊俊首赵光左 事情到这么大 他这个俊首 岂能不露面 按照腾青山的计划 等的就是赵光左露面 腾青山耳朵一动 就听到府门口声音 赵大伯 你一定得给我报仇啊 我丹田被那个精益给废了 阿喜也被那混蛋的弟子当街斩杀呀 你可一定得给我还有阿喜报仇啊 那赵夫人哭诉声响起 放心 没人能得罪我青虎岛 还能逍遥自在的 魂厚声音响起 腾青山听得微微一笑 站起身来 师父 薛星有些惊讶 跟我走 去正门 腾青山淡笑着说道 薛星虽然疑惑 不过还是谨遵师命 跟随腾青山一道 来到了正门处 金府正门大开 可是 数千名军士都在街道上 根本不敢闯入府邸内 当腾青山和薛星出现在正门口 立即吸引上千号人目光聚集 嗯 薛星忽然死死盯着 被大量轻微簇拥着的一名高大中年男子 万千杀鸡涌上心头 赵光佐 徒儿 这第二个 不是来了 腾青山淡笑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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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